我覺得這真的是很不良心的 議員你帶風向的能力不錯 我再怎麼樣強都沒有你強 我再怎麼強都沒有你強 只要是個市政的民進黨發言人 不錯不錯 我覺得技術不錯 一場上你嗆我酸 說警政署用紙牌阻止國人去柬埔寨太好笑 代表市長柯文哲都批評 讓民進黨議員很不滿 跟他正面對決 你難道不會去強烈的譴責這些犯罪集團嗎 你怎麼不譴責他們 反過頭來批評我們自己的政府 議員講的我都同意 不過有點要注意 GDP的成長跟貧富懸殊是兩回事 議員附上貧窮線下降的圖表 並調出北市的柬埔寨詐騙案 15號有9件16人受害 17號增加到19件26人受害 其中35歲以下就佔22人 要柯文哲收起炮火 因為他原本聽到行政院說 只有120人在柬埔寨失聯時 又開罵 只是這120人被國民黨參選人 說成4000人受困 又讓民進黨對手陳時中帶到機會 把他誇大成4000多人的失蹤 我想這就是一件國際的一個大事情了 沒有了管道 當時的確喊出新台上的政策 那到底政府這當中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九萬安不甩城市中 改批蔡政府新南向沒用 柬埔寨詐騙案已經變成藍綠白 首度市長的政治工坊站 TVBS新聞 何江陽 董明濤 林平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